- 嗆嗆三人行,咱们这个香港骑女子网站... - 说起就流口水,真的吗? -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另外一个黄真真嘛,广东话... - 一个菜馆... - 泰国菜,有个很出名的... - 很出名的... - 对,你就是看着你就有点菜国菜... - 诶,珍珍,你爸爸妈妈觉得你是个正常的女人吗? - 非常啊,没有,我是四姐妹,我是排第二,四个当中我是最不正常的... - 一般就是比较二,是吧? - 对,对... - 那你觉得你的不正常是为什么呢?怎么形成的呢?是小时候童年有什么阴影,还是特殊遭遇? - 我觉得因为我排第二,对吗? - 所以我爸爸妈妈很正常的就特别从那个最大的跟最小的... - 那所以呢,好多东西呢,都要我来管理... - 哦... - 所以小时候呢,开什么party啊,或者是有什么活动啊,都是我去弄的... - 那主持啊,比方说有一帮小朋友在很闷,没事做,那我就主持那个选美啊,或者是... - 咱们同行啊... - 对,小时候就是... - 你是什么星座的? - 我是天平... - 哦,天平座... - 你呢? - 狮子座... - 哦,你像... - 为什么? - 你坐在中间的已经是了... - 你坐在中间的已经是了... - 是老板让我坐在中间的,好吗? - 我就说他呢,拍了一个这个片子叫女性那话儿,当时引起很多争议... - 那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想拍这么一个片子? - 让女人在那里聊男人的这个性器官的大小... - 有吗? - 有啊,好像有啊,我全记得了啊... - 对,但是我觉得很正常... - 因为我觉得男人不是常常就是讨论女性吗? - 那女性应该也有一个机会讨论一下男性吧? - 他呀... - 主要是这样了... - 其实男生,我觉得我的观察,男人有谈到女人,可是谈得非常粗糙的... - 什么意思呢? - 什么意思呢? - 通常比方说,一群男人,他们会大概谈一下那个女人... - 上过没,上过了,没上过... - 或者说顶多讲几句,哎呀,她身材好啊... - 什么哪里大,哪里长啊,腿长... - 对,对... - 都没了,基本上就这样,不晓得为了什么理由... - 那女性,姐妹,朋友之间呢,他们谈得很细的... - 那个男人怎么样,他上床什么... - 感情不必说了,感情关系也谈得很细... - 光是谈上床的经验,他们谈得很细的... - 真的吗? - 对,好多都是... - 你的片子当时就呈现给我一个新的了解... - 就是说,呃,女人原来在背后会讲这些东西的... - 对,而且女人蛮... - 就是享受... - 那个性爱的... - 也是蛮享受... - 好多男性就误会,就觉得女人... - 好像不太享受... - 我拍那个女人闹会儿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这样... - 他们就在背后讲跟不同男人... - 做这件事的这个感受比较优劣,是吗? - 啊,就时间长短啊... - 哦,这些对女人... - 也讲的... - 确实重要吗? - 重要,他们觉得重要... - 哎,你看,实际女的谈这个比男的还好色... - 是,这个因为... - 我觉得是... - 对,因为在我这个岁数啊... - 我记得我只有就说20岁上大学性压抑的时候... - 躺在宿舍船上... - 床上... - 床上... - 床上跟男同学会讲女同学哪儿长得好哪儿长得好... - 但是真到了现在这个岁数... - 我跟你讲很少谈... - 真的就像嘉辉说的... - 往往要是有个哥们儿... - 他知道他泡一个女孩子... - 最后打个电话过来报喜啊... - 也就是问一下... - 得手了没有? - 得手了没有? - 得手了... - 得手了... - 就完了,不谈了... - 也不能说好色啊... - 好色是男人的用语啊... - 男人想说好色嘛... - 那女人我觉得她们懂得语言... - 第二个敏感... - 就像女人就算不谈身体的... - 但感情... - 她的语言都比男人丰富嘛... - 好... - 我的感觉... - 那么今天我就要让珍珍呢... - 来谈一个女人最近爱聊的话题... - 是什么? - 宋仲基... - 好吧... - 我先给你看... - 宋仲基来香港了... - 对... - 二宋还有宋慧桥... - 对... - 谢谢。 -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 Uk! bank! - 宋作词 举定iyaki的声音... 再来给你看几张图 看看送中机 现在这个在大陆啊 看来在香港也非常火啊 非常火 对啊 那简直不行了 哎呦 这就是太阳的后裔啊 对 送中机 这个军 军范的 然后再看下边 哎 必须有鸡肉 对 你别看人家这个奶油小生 脱了衣服都是鸡 不是都是肉 都是鸡肉 来看下边 哎 前几天发生了个治安事件 在某个地方 就清明节啊 有人卖那个纸钱 在冥币上印着这个 结果一个女粉丝上来啊 哗哗哗 把人家小份的冥币全撕了 打起来了 最后弄的警察 警察教育这个粉丝 你不要那么冲动 破坏别人做生意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 这是女孩们的朋友圈 就说哎 什么姑娘们 以后 群里打字 短一点 不要挡住 欧巴的脸 哦 再看下边 这是也是真的 他爹啊 急了 这女孩做的这个 结婚证 跟送中机的 太真了 他爹以为是真的 你知道吧 吓死他了 哎 真真 你对送中机 是什么观感 OK啊 什么 我对那个 迷不迷送中机 我也不算是迷了 但是我觉得 韩国的男性呢 是特别的有肌肉 大部分都有 我觉得这个是对女性 中国的没有吗 没有那么多 刘德华没有吗 天天练呢 是吗 我没有天天见 郭富城 我知道 但是没有天天给我们看嘛 但是韩国的男性 是天天给我们看 真怎么天天 你跟他住一块 你有没有看太阳的 我看了 我看了一集 哦 每一集都看的 每一集你都看到他的肌肉 哦 每一集他都要漏肌肉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不同了 哎 你知道我意思 我 你不喜欢 没有 我很讨厌那个小 小鸡鸡的 小鸡 我叫他小鸡鸡 怎么会讨厌小鸡鸡呢 送中鸡 小鸡鸡 没有啊 你嫉妒啊 你嫉妒啊 那当然小鸡肉 抢了我们大叔的市场 没有是两个市场不一样的 以前市场是我们独霸的 现在小鸡肉的市场 把我们 是分了一半 小朋友 我提醒你们 这种男人啊 是很危险的 你要提醒 比大叔还危险 为什么 这种他长了一副小鸡肉 单眼皮 好像整天 你看他那个眼神 看着你啊 好像很需要你去同情 关爱 怜悯 很单纯啊 他们的眼神 他们就完全召唤了女人的母性 你知道吗 可是广东话说 板鸡是楼福 板猪 庄猪吃老虎 庄猪吃老虎 对 就是那个 会会 其实心里 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看见那样女人 你知道吗 你不要看她小鸡肉 她心里对着女人 想着的事情 跟我们大叔是一样的 不过大哥 我也是单眼皮 哈哈 她是鸡肉啊 我还没有人 也在鸡肉 我还也 我从来没有人说你不危险 所以她也是很危险的男人 她讲的也是个规律性的东西 你看这个宋仲基啊 当然就是说我只看了一集 我不敢妄议人家的剧啊 就是我就发现 她也是他们说的这种啊 无欲的脸 你知道没有 她不是像当年那种 哎 你看啊 她这次戏里边有一个什么 过去我们感觉很多韩国的小鸡肉啊 好像是无欲 这次她表现出一些调情 你知道吗 看着一个长得非常纯真的男孩的脸 对 但是她有一些小调情 对 过去都是长得 那都是女生最喜欢的 哦 是吗 是 怪不得他们都说我猥琐 就是 就是有时候你像过去 咱习惯的是我这种长得比较猥琐的人 风言风语 给人家调情 是吧 现在你看 如果是这么一个纯凉的脸 你的脸也蛮纯的 我可以参加女人有话儿了吗 可以可以 那么你看 为什么她女人喜欢这样一种 好像男孩无欲的 甚至有人讲童颜 因为你觉得安全啊 感觉是很单纯 她一个眼神看过来 你就觉得她的爱是非常纯爱 跟大叔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跟女人的好色又是两个系统是吗 对 但是呢 如果跟比较成熟的男人一起 我觉得女人都喜欢 就是觉得 就被爱护了 被呵护 对对不一样 但是跟小鲜肉一起呢 就吃肉嘛 有鸡肉吃嘛 小鸡鸡 没有 我觉得这是天大的误会 我们经常说 什么女人喜欢小鲜肉 不喜欢大叔什么 人都贪心啊 什么都想要嘛 我说过最好白天找个大叔 请他吃高档的玉本菜 喝红酒 这个呢 到了晚上十点半过后 我就打电话找小鲜肉 去可北 去跳舞 摇头 什么疯到半夜 女人很贪心的 不要低估女人 像你这么精通的一个女人 是吧 我没有精通的 神经百战嘛 不是 你现在的兴趣 对男人的兴趣是什么 你更喜欢这种大叔型的 呵护的还是觉得更喜欢这个小鲜肉 现在的我 可能我都看韩剧看多了 我都是蛮喜欢小鲜肉的 因为我觉得韩剧是有它成功的地方 它把那个 可能你认识那个明星 那个男明星 你认识他 可能你没有觉得他那么有魅力 但是在韩剧里面 他们的形象 他们的打扮 他们的肌肉 他们的单纯 好多就是摆在一起 你就觉得好吸引 而且那女生看的时候 会特别觉得自己好青春 觉得自己都年轻 对 因为你想到这种那么单纯的爱情 是小时候有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了解了 不是那么熟套的 怪不得我那些老姐老妹们 也喜欢找小鲜肉 他想显得他自个儿也年轻 对 他是感受年轻时候的感受 这跟老男人喜欢 小萝莉一样 对对对 把你招换回去一个遥远的理想那边 对 那时候多存 对着一个初恋的 或者说小女孩 对对对对 感觉是初恋 其他烦恼都抛开了 你知道不用那么多负担 拋开了 对 所以他们就说老房子着火没法救 这个老男人一旦要是找上一个 那就疯了 对对对 枪架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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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咱们这个黄导演来品评一下 这个宋仲基和金秀贤 金秀贤我觉得他也是很单纯 然后呢 你觉得需要保护他 但是呢 宋仲贤 宋仲基 宋仲基 因为两个我都喜欢 我还有一个很喜欢 李敏昊 李敏昊 我也很喜欢 你好贪心啊 对啊 三人很满 三批型 我们叫三批型 我觉得宋仲基是比较man一点 他比较就是在戏里面他不是 表现的有一点man了 对对对 金秀贤呢 他比较单纯就是在那个 对 来自星星星 他这说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韩剧啊 我看的很少 没有资格做评价啊 但是啊 照我这个老腊肉的看起来啊 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 这个最不合适的 就是最不吻合的角色 就是男一号 你知道吗 这个很奇怪 好比比如说举例子 咱们说金秀贤演的那个啊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下 呃 比如说你记不记得西方有一个 外国有一个电影 呃 叫做就是这个电影啊 说的就是有一个人不会老的 哦 知道 一个人活了多少亿年了 对对对 他总是活到四五十岁就要跟他们告别 对对对 因为他必须重新开始生活 对 你看他们塑造这么一个人物 他选择的相对就是一个中年人 就比较接近一个一个永远不会死的人 活了几亿年的人 对吧 对 那么他会选择这么一个 但是你看韩剧 他会选择金秀贤 对 就是你明白我说的 我这种老套的观点就是 包括这个人 包括这个宋仲基 讲老实话 已经算很man了 但是这跟我心目中的特种兵 那就我说这也能打仗吗 这个这个这个脸脸蛋小脸蛋啊 可是你要注意啊 那个韩国那个电影 跟电视很好玩的 它是两条路的 对 你刚说那个小鲜肉 小鸡鸡之类的 这电视剧很红 对 这电影里面呢 不一定跟得上那个比例 对 那韩国电影呢 绝大部分最红是什么 老拉肉 大叔了 演警察的 一个老倒的警察 杀错人 杀错小孩的警察 然后现在 你像那个辩护人的 那个男主角 叫什么名来着 那个大脸 对对对 大脸啊 然后很颓废 很颓败的 对 然后呢 也通常也是去救一个小女孩 这样 对 电影跟电视剧 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 其实可能是因为电视观众 电视观众 韩国一样啊 也是以大妈为主 香港叫以斯莱为主 或者家庭女性 那电视剧是这样 电影面对比较广的 所以到最后 都是 我大叔还是 都是赢了 有希望的 还是赢了 都是被自己在说 所以说了那么久 我研究了 我为了解决我心理困扰 我去研究了 对 你的心我们都懂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韩国的这个 我不敢随便评论别人 因为呢 我觉得人家的成就啊 非常可观 对 就是他不片面 比如说这些剧 拍的这么成功 他有他的观众群 对 可是呢 你从另一方面来讲 他的电影 不管从艺术片 我看过很多拍的水平相当高啊 对 我觉得真的中国电影人 你也没有脸在人家面前吹牛的 就是他是文艺片也好 对 这种这个给这个事情大众看的片子也好 商业片也好 大片也好 他整个这个系统啊 让你觉得 好厉害 他的系统 很厉害 你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是吗 我没有待过 但是我跟韩国那个电影公司啊 或者是他们的艺人公司也谈了好久的合作 对 但是我发现你刚才说的好对 他们的系统是好厉害 比方说他签了一个艺人 合约里面要写住 艺人每一天练舞 跳舞啊 练声要多少个小时 都写进去的 哎呦 对 然后 方方面面 比方说 在我们内地或者香港拍电影 我们 那个服装 服装指导 是一个人做整个电影的 他们不是 他们每个角色一个 哇 我有一个 我的一个 你有你的一个 你有你的一个 所以每一个人出来都是perfect的 因为就是一个人去 去弄你一个人 所以他们的系统是 是很细 好 所以他们的那个娱乐方面 电视也做得那么好 但是像比如宋仲基啊 或者这些偶像 他们的这种地位感高吗 觉得自己是大明星 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他会有这种抬头吗 肯定有啊 比方说 有一次我去一个电影节 金秀贤 就是大会问他 你会出来跟在那个观众那个坐下来吗 他说可以 但是你你必须给我三排的票都给我 这三排是除了他自己的人 没有人可以坐在这三排 那他隐秘 但是你觉得他就是这种造星工业 这个娱乐工业 你觉得跟西方的这个造星有不同吗 韩国的这个 我觉得有一点不同 就是他们真的是那个系统做出来的 就等于今天你很红 但是如果那个系统不要你红 你明天就可以不红了 但是外国有一 外国是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他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粉丝 或者是 不是一个电影剧把 把你红起来的 这是对吗 比方说宋仲基 是一个剧就起来了 对吗 但是如果那个系统 不喜欢他的话 就把它停了 那就没了 所以东方人呢 还是集体 而且呢 还是讲偶像 偶像就是假象嘛 对 假象 对对对 弄出一个机器人 也不叫机器人 对 但是他背后是 他的一个工业 对 这个他是他的工业的脸 对 娱乐产业一定是很偶像的 可是整个运作不太一样 像你问到好莱坞 他的工会很强的 他不太容易说 好了 今天这个上真真说 那系统不要你 你就全部狂 对 他有工会 对 他有经纪人保障你等等 对 那这其实韩国这一套是日本弄过去的 日本也是 日本不管是拍电视电影 还有出版 像我们替香港的媒体找村上春树 栽怒他的文章做访问 哇 言道不得了啊 我的天啊 文章的一句话 那个标题怎么样 完全控制 整个系统 你看村上 你看村上 村上春雪啊 已经算是很自由派的作家 对 可是没办法 交给你说 我说的那个系统去处理啊 就是这样 他早期的打造日本明星 就是这样的方法了 后来去了韩国 韩国人的性格 更是对不对 更是很有板有眼的 做起来把他那个系统发扬光大 但是你看就说他能够 他们就讲了像比如说像甄嬛传 在韩国也很热播 甚至是甄嬛传的那个主演叫什么孙 孙黎啊 也被评为就说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十大女神 或者几大女神之一 我看了一篇文章 但是毕竟还没有一个说 就是说中国人成为他的国民偶像的 但是呢 但是中国人却会把一个韩国的明星 当成这种国民偶像 其实这说明中国人呢 这个胃口宽是吧 什么都无所谓 那你看那个小李 中国人也可以啊 对吧 就是你觉得这个 为什么他有这么火爆的力量 那个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看见你的头发 我就知道了 最近我又看到一个微信公众号上讲 你知道有这么一帮 有这么一个小团队 他做一个试验 就是假装韩星 假装韩星到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 街上去走 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可以看看这几张截图 就是你看 就是这人 就假装韩星 这个是韩国明星 他找了这么一个人 然后你看染成了这个 再看下边啊 染成这个黄珍珍的发型 就是中间这个 旁边是他的马仔了 就跟班了 相信我们真正是明星 然后就走出现在这个城市 然后周围你看 开始跟了一些人了 真的 然后你看 哇 找他签名 引起轰动啊 全城万人空巷 你看到最后 哇 这全城 那些小男孩 小女孩们都哭啊 就抱着这个白头发的 哎呦 你看 这现场人还采访 就说你知道她是谁吗 这女孩说 我知道 知道 说你听过她的歌吗 我听过就是那一首 我买过她的专辑 你看 哇 就是 她可以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个群众心理学 是不是 很有意思 我完全相信 在中国的一些小城市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问她 你在电视上见到过她吗 我见过 我见过 你就 我粉了她很久了 她叫什么名字 哎呀 她就是那个 谁谁谁 你看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对 刚才我们决定 我跟嘉辉也可以这个环卫着 认真到东莞走一圈 对吧 肯定就你这头发 万人空向 我们一起 懒了头发 三个人 可是她的造型不像韩星 我知道我改 现在韩国那些女团穿的裙子 也就这样了 她比较像日本的 是吗 日系的是吗 那你们装 东西的 东西的 你们 你可以啊 单眼屏吧 对 他们说我长得像日本人 有点像 是是是 但是你自己觉得 好像说这个人们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 对这个韩国这个偶像 这次说太阳的这个后裔里边 他还是有突破 说有一个金牌编剧 好像就姓金 叫金什么来着 就是这个编剧编的都是高手式的 就他把握住这种女性的这种心理 对 你看在这个最新的 他也与时俱进 开始玩着军队的这种英雄 爱国主义 是吧 然后呢 同时这个女的 又是一个医生了 职业了 不是他有自己的独立 两个人呢 如果有意见不合 还可以分开 对 对吧 这女性又独立 而且你仔细看 你看这里边 就是说 喜欢这个长得像一个男孩脸的 这样一个 又是个英雄 对 而且而且他还也有调情 他还是暖男 他又是暖男 又中情 而且又顽皮 又顽皮 我发现女的一般不喜欢 比较妖艳的女的 所以你看宋慧桥的模样 其实是个 你看这个后嘴唇 其实是个温柔敦厚的样 就是你觉得是不是 他不是女孩子会讨厌的那种 很妖艳的那种 对对对 好单纯的 好干干净净的 那你说他就是为了女观众设计的吗 是啊 肯定是 至我们于何地呢 为什么韩剧要主打这个呢 因为女性是主要观众 对 我发现大部分看过这个剧的都是女性 对吗 男性反而兴趣不大 可能是嫉妒 对 而且呢 所有的男人呢 他的老婆啊 女朋友都在看 好烦人 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男人 看女的 看美女 但看美女我们真的会去找啊 对吧 但是女孩子喜欢这种小帅哥 小鲜肉 她们是喜欢还是真想去战友去拥有呢 真想的 她们会觉得跟这种人过日子那么踏实吗 我实时觉得最近我几个女性的朋友 大学了已经 她们都不找真的那位女 就当那个偶像子自己能 就每个人玩一玩 女人找了不讲 不会讲